第三章人类的独特之处 毫无疑问,智人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物种 但智人也很喜欢认为自己的道德地位较为高尚 自己的生命比猪、大象或狼更有价值 然而要讲道德地位,智人的高度可就没那么明显了 难道真的是拳头大就赢? 就只因为全体人类的力量大于全体猪肢的力量 就能说人命比猪命更珍贵 美国国力远胜过阿富汗 难,到美国人的人命就比阿富汗人更有价值 在目前的现实处境上,美国人的人命确实更有价值 一般美国人在教育、健康和安全方面能得到的金钱投资 确实远超过一般的阿富汗人 杀死一名美国公民,引起的国际谴责声浪 也会远大于杀死一名阿富汗公民 然而一般人会认为 这只不过是因为地缘政治上的权力不对等 虽然阿富汗的影响力远不及美 国,但在托拉伯拉山间孩子的生命 大家还是会认为和比佛利山孩子的生命一样 神圣不可侵犯 然而,如果说人类儿童的生命比小猪的生命重要 我们却希望这不光是生态上的权力不对等 更希望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人命真的就是比较优越 我们智人喜欢告诉自己,人类一定有某些神奇的特质 不仅能让我们有如此伟大的能力 也为我们这种特权地位找到道德上的理由 那么,究竟人类独特之处何在? 传统的一神论会说 只有智人拥有永恒的灵魂 虽然身体会衰老、腐烂 但灵魂会踏上通往救赎或诅咒的旅程 不是在天堂享受永恒的幸福 就是在地狱承受永远的痛苦 但猪和其他动物没有灵魂 自然也就不会出演这场宇宙大戏 不过就是活个几年 接着就死去化为虚无 因此,我们与其担心生命短暂的猪 不是吧? 如多把心思花在人类永恒的灵魂上 这绝不是幼儿园里逗小孩的童话 而是非常强大的神话 即使到了21世纪初 仍然不断影响着数十亿人类和动物的生命 就现有的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而言 相信人类有永恒的灵魂 但动物只有短暂的肉体 可说是这些制度的中心支柱 举例来说 这能够解释为什么人类能够宰杀动物为食 甚至只是为乐就恣意欺凌吐鲁 但是最新的科学发现 却完全与这个一神论的神话互相抵触 科学实验确实也证明了这个神话的一部分 正如一神论宗教所言 动物没有灵魂 经过各种小心研究、仔细检视 都未发现线索证明猪、鼠或猕猴拥有灵魂 但遗憾的是 同样的实验却也影响了一神论神话 更重要的第二项假设 也就是人类拥有灵魂 科学家已经让智人做过千千万万种怪异的实验 找遍了人心脏里的每个角落 看遍了大脑里的每一道缝隙 却仍未发现什么独特之处 完全没有任何科学证据 能够证明人拥有灵魂 猪则没有 如果只是这样或许还能说科学家该继续找就是了 他们还没找到灵魂 可能只是找得还不够仔细 然而 生命科学之所以质疑灵魂这个概念 并不是因为缺乏证据 而是因为这个概念根本违反演化的基本原理 也正是因为这种矛盾 使得虔诚一神论信徒 对演化论恨之入骨 谁怕达尔文 2012年的盖洛普调查显示 美国人只有15% 认为智人演化 全靠天则 并无神级介入 32%认为 人类可能是经由持续几百万年的过程 才从早期生命形式演化成现在的模样 但整件事正是上帝的精心安排 46%则认为 人正如圣经所言 是由上帝在大约一万年前所创 就算大学读了三年 也完全不讨会影响这些看法 同一项调查发现 大学毕业生中46%相信圣经里神造万物的故事 只有14%认为人类演化没有什么神职监督 就算是硕士和博士毕业生 还是有25%相信圣经 只有29%相信人类是单纯由天则所演化而成 显然 目前学校对于演化的教学成效已经够差了 但还有宗教狂热分子 坚持根本不该教孩子演化论 或声称应该带入其他观点 像是智慧设计论 也就是认为 所有的生物都是由某种更高的智慧 也称为上帝所设计 狂热分子说 两种都叫 再让孩子自己决定 为什么演化论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弹 但一讲到相对论 量子力学却似乎一片静悄悄 为什么讲到物质 能量 空间和时间的理论时 不会有政客要求应该教其他观点 毕竟第一眼看来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或海森堡 Heisenberg的量子力学相比 达尔文的概念实在没什么可怕的 演化论的基本原理就是 生殖成就最高者生存 这个想法再简单明了不过 甚至可说有点单调 相较之下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认为 人可以扭曲时空 无中生有 某只猫可以同时既是死的也是活的 这简直是在嘲弄我们的一般常识 却没有人站起来 我们也叫不无辜的学童说 不会有这些可笑的想法 这究竟为什么 相对论不会让什么人生气 是因为它并不抵触什么我们宝贵的信仰 空间和时间究竟是绝对或相对 大多数人压根就不在乎 如果你说空间和时间可以弯曲 好啊 请自辩 弯就弯吧 干我什么事呢 但相较之下 达尔文却会让我们失去灵魂 如果真的去理解演化论 就会发现没有灵魂这件事 而这个想法不只会 惊吓到虔诚的基督徒或穆斯林 还会吓到许多一般人 虽然他们不见得有任何明确的宗教信仰 但仍希望每个人都具有一生不变的个人本质 甚至在死后也能保存完好 从字面来看 英文的individual 个体个人 指的就是无法再分割的东西 于是说自己是个individual 也就暗示着我是个完整的整体 而不是个别独立部分的集合 有人就主张 这种不可分割的本质 就算随着时间过去 也能不增不减 保持原样 我的身体和大脑会不断变化 像是神经元会触发 荷尔蒙会分泌 肌肉会收缩 但是我的性格 期望和人际关系从来不会停滞不变 几年或几十年后 很有可能完全不同 然而 在一切的最深处 我从出生到死亡都还是同一个人 而且我还希望这一点能够超越死亡 不幸的是 演化论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可分割 不会改变可能永恒的自我本质 根据演化论的看法 所有生物 从大象和油树 到细胞和DNA分子 都是由更小 更简单的单位所组成 会不断连接和分离 大象和细胞之所以会不断演变 正是因为不断有着新的连接和分离 如果是无法分割 或改变的东西 就不可能透过天则而出现 以人眼为例 就是由许多更小的部分所组成的复杂系统 包含像是水晶体 脚膜和视网膜 眼睛可不是横空出世 一现身就背其所有部分 而是经过几百万年一小步一小步演化 才成了现在的样子 与大约一百万年前的直立人 Erectus相较 智人和他们的眼睛的 还非常类似 与大约五百万年前的男员相较 相似的地方就少了一点 再与一亿五千万年前的 史前哺乳动物 Driolestis相比 则已是天差地别了 与亿万年前住在地球上的 单细胞生物相比 看来就是毫不相似 然而就算是单细胞生物 其实也有微小的胞气 能让这只微生物辨别明暗 以便向光或背光移动 从这种最原始的感测器 演化成现在的人眼 整个过程曲折而漫长 但如果你也有几亿年的时间 当然就能一步一步走完 要能做到这件事 正是因为眼睛能够分成 许多不同的部分 只要每隔几代 在某一个部分 有了一点小小的变化 像是角膜曲度大了一点 经过几百万代 就可能演化出人眼来 如果眼睛就是一个完整的实体 无法再分出任何部分 就绝不可能透过天泽 演化成现在的样子 正因如此 如果要说灵魂就是一种不可分割 不会改变 可能永恒的东西 演化论当然无法接受 天泽之所以能够塑造人类的眼睛 正是因为眼睛可以再分成许多不同的部分 然而灵魂却不能再分出局部 如果要说智人的灵魂是从直立人的灵魂 一步步演化而来 到底步骤是什么 智人的灵魂有什么部分 是比直立人的灵魂更发达的 事实是 若真有灵魂也没办法再分出局部 可能有人会说 人类的灵魂就不是演化来的 而是在某一天突然出现的 一出现就完整无缺 只不过 这某一天究竟是哪一天 我们仔细检视人类的演化历程 却怎么找都找不出这一天 从古至今的所有人类都是男性精子 使女性卵子受精的结果 让我们想象一下 第一个有灵魂的婴儿会是怎样 这个婴儿可能很像爸爸妈妈 只不过小孩有灵魂 但爸妈没有 确实 生物学绝对可以解释 像是小孩角膜渠度 比爸妈大一点的情形 只要有某个基因出现 一点点的突变就有可能 然而 要说爸妈 一丝一 好的灵魂都没有 小孩身上却出现了永恒的灵魂 这可就不是生物学说得通的事了 难道只要一次突变 甚至要说多次突变也无妨 就足以让某只动物有了一种足以抵抗一切改变 甚至能够超越死亡的本质 正因如此 灵魂这件事从演化论无法解释 演化就是变化 而且无法产生永恒的实体 从演化角度来看 我们最接近人类本质的就是我们的DNA 但DNA承载的绝非永恒 而是突变 这让很多人吓坏了 宁可不信演化论 也不想放弃自己的灵魂 心灵是什么 心灵和灵魂大有不同 心灵并不是什么神秘而永恒的概念 也不是眼睛或大脑之类的器官 而是脑中主观经验的流动 例如痛苦、快乐、愤怒和爱 这些心理上的经验 就是各种紧密相连的感觉、情感和思想 忽然闪现、立刻消失 其他经验再接着突然浮现与消散 于电光石火间来去 我们若回想起这些经验 常常会想把它们分成 感觉、情感和思想之类 但事实上 一切都是混合在一起的 把这种种经验集合起来 就构成了意识流 心灵不像是永恒的灵魂 心灵可以分成许多部分 变动不休 而且没有理由认为 这会直到永恒 灵魂是个有人相信 有人不相信的故事 但意识流则相反 这是我们每分每秒 都能直接观察到的具体现实 再明确也不过 无法怀疑它的存在 甚至就算我们充满怀疑 自问 真的有主观经验这种事吗 我们也能百分百确定 自己就是正在经验着怀疑 到底是哪些意识经验构成了心流 主观经验有两项基本特征 感觉、欲望 之所以说机器人和电脑没有意识 是因为虽然它们能力强大 却没有什么感觉 也没有什么欲望 机器人可能有电量感测器 在电池快煤电时 向中央处理器发出讯号 让机器人一向插座 自己插上插头充电 但是在整个过程中 机器人不会有什么感觉 相对的快要耗尽能量的人 则会感觉饥饿 一心渴望能停止这种不愉快的感觉 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会说 人类是有意识的生物 而机器人则否 逼人工作到过度饥饿和疲惫 而崩溃是一种罪 然而让机器人工作到电池耗尽 却没有任何道德问题 那么动物呢 它们有意识吗 它们有主观经验吗 如果逼一匹马工作 直到它筋疲力竭而崩溃 有没有道德问题 前面已经提过 生命科学认为 所有哺乳动物和鸟类 以及某些爬虫类和鱼类 都具有感觉和情感 但也有最新理论认为 感觉和情感 都只是生化的资料处理演算法 既然机器人和电脑处理资料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主观经验 也许动物也是一样 事实上 我们知道就算是人类 大脑也有许多感觉回路和情感回路 是在人类完全无意识的情况下处理资料的 所以或许我们以为 动物会有的感觉和情感 像是饥饿 恐惧 爱 忠诚 也都只是无意识的演算法 而不是主观经验 现代哲学之父 迪卡尔也支持这种理论 17世纪的迪卡尔认为 只有人类才有感觉和渴望 其他动物都是没有心灵的自动物 和机器人或自动饮料机并没什么不同 所以如果有个人踢狗 狗并不会体验到什么 它会自动退缩 并开始狂吠 但这不过就是像一台会自动泡咖啡的饮料机 并不会有什么感觉 或是有什么渴望 在迪卡尔那个时候 一般人都接受这种理论 17世纪的医师和学者会做活狗解剖 观察内脏器官如何运作 但完全不帮狗上麻醉 也不会感到任何不安 在他们眼中 这实在没什么不对的 就像我们把自动饮料机打开 观察一下齿轮和皮带如何运作 哪有什么问题 就算到了21世纪早期 仍然有许多人认为 动物并没有意识 而且就算有意识 也是一种与人非常不同 等而下之的意识 为什么股票交易所没有意识 想知道动物究竟有没有像人一样的心灵意识 首先得先进一步理解 心灵如何运作 又扮演怎样的角色 这些问题非常难回答 但因为这也是后续几个章节的重点 值得在此花上一点时间 如果不知道心灵是什么 就不可能完全掌握像是人工智慧 这种新科技的影响 所以让我们暂时放下 关于动物心灵的问题 先谈谈目前科学 对于心灵和意识的认识 我们会先将焦点摆在研究人类意识的例子 这样比较容易理解 稍后再回到动物身上 看看人类的情况 是不是也能套用在这些长了毛或羽毛的表情上 老实说 目前科学对心灵和意识的理解少得惊人 目前的正统科学观点是 意识是由大脑中的电化学反应所产生 而这样的心理体验及意识 能够完成某些重要的资料处理功能 然而 从大脑里的各种生化反应和电流 是怎么创造出像痛苦、愤怒或爱情这些主观经验 至今人无解答 或许再过十年或五十年 我们会有很好的答案 但这里必须强调 在此时此刻 我们就是尚未得到解释 利用功能性磁症造影扫描 植入电极和其他复杂的小工具 科学家已经能够肯定 在大脑中的电流 与各种主观经验之间存在着相关性 甚至是因果关系 只要观测大脑的活动 科学家就能知道 你是醒着 正在做梦 或是处于熟睡状态 他们只要在你眼前闪过一个图像 时间稍微超过意识感知的门槛值 就能拎判断你是否意识到这个图像 而且 完全不需要问你问题 他们甚至能找出某个脑神经元 与特定心思的连结 像是找出一个科林顿神经元 或是一个辛普森神经元 在科林顿神经元活跃时 这人就是正在想着美国第42任总统 如果在这人眼前 秀出辛普森的图像 同名的神经元也必然会活跃起来 把范围放宽 科学家也知道 如果大脑某区域的电化学活动特别活跃 那表示你可能正在生气 如果这一区平息了 另一区又活跃起来 那表示你可能正在滋生爱意 而且事实上 科学家已经可以用电流刺激正确的神经元 诱发出愤怒或爱的感觉 然而光是电子跑来跑去 又怎么会变成一个主观的科林顿图像 又或是愤怒或爱这种主观感受 最常见的解释认为 大脑是相当复杂的系统 有超过800亿个神经元互相连接 组成无数细密的网络 而在几十亿的神经元来回送出几十亿个电讯号时 主观经验就此浮现 虽然电讯号的传送和接收 只是很简单的生化现象 但这些讯号的互动 却会创造出复杂的多的东西 意识流 我们在许多其他领域 也能观察到同样的动态 譬如 单一辆车的移动 只是个简单的动作 但几百万辆同时移动及互动 就出现了交通赌赛 单一股票的买卖再简单不过 但几百万股民 同时买卖着几百万张股票 就可能造成让专家也跌破眼镜的经济危机 然而 这种解释等于什么都没解释 只不过是确认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但并未解释为何某个现象 几十亿个电讯号从这到那 会创造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 愤怒或爱的主观经验 至于要用其他也很复杂的过程 例如交通赌赛和经济危机 来打比方 这种做法也有漏洞 究竟为什么会交通赌赛 如果你只看某一辆车 永远都不会明白 因为赌赛是许多车之间互动的结果 A车影响了B车的移动 B车又挡到了C车的路 诸如此类 所以只要你把所有相关车辆的移动状况 彼此的互动都对应出来 就能找出交通赌赛的完整解释 去问这些移动是怎么创造出交通赌赛的呢 其实并没有意义 因为交通赌赛只是人类创出来的一个抽象词汇 讲的正是这里所有车辆移动事件的集合 相较之下 愤怒并不是我们用来简称 几十亿个电讯号互动情况的抽象词汇 早在人类还不知道任何关于电的知识之前 就已经对愤怒有了非常实际的经验 我说 我很气 的时候 讲的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感受 不管再怎么清楚描述某个神经元的生化反应 如何转变成电讯号 几十亿个类似的反应 又转变出几十亿个其他电讯号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 只不过 这几十亿个电讯号事件结合在一起之后 是怎么创造出我具体感受到的愤怒 有几千辆车在伦敦市区缓慢前进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称为交通赌赛 但这时候 并不会因此创造出某个伦敦的意识 浮在咒鸣的皮卡迪利圆环上方 对自己说 老天啊 我有种堵塞的感觉 有几百万人卖掉几十亿股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称为经济危机 但也不会跑出一个华尔街的幽灵 嘟嚷着说 妈的 我有种深陷危机的感觉 有几兆个水分子在天空中结合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称为云 但也不会出现某个云的意识 宣告着我有种下雨的感觉 所以到底是为什么 如果有几十亿个电讯号在我脑子里运作 就会出现某个心灵的感觉 说 我很愤怒 直到此时此刻 我们还是完全没能解释 因此 如果这项讨论已经让你觉得一头雾水 别担心 一样想不通的人不在少数 就连最优秀的科学家 距离要破译心灵和意识的谜团 也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科学的一项美妙之处就在于 科学家面对未知 可以自由尝试各种理论和猜想 但到头来也可以承认自己就是没找走 出答案 为何我们要有意识 科学家并不知道 光是一群电讯号的集合 究竟是怎么创造出主观经验 更关键的是 科学家不知道这种现象在演化上 到底有什么好处 这是我们在理解生命上最大的空白了 人类有脚 是因为几百万个世代以来 可以让我们的祖先去追兔子 并逃离狮子的爪下 人类有眼睛 是因为在数不清几个千年以来 可以让我们的祖先看到兔子去了哪 狮子又从哪来 然而 人类是为什么要有像是饥饿和恐惧 这样的主观经验 不久之前 生物学家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 主观经验 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不会感到饥饿或恐惧 根本就懒得再去追兔子或躲狮子了 看到狮子 为什么人要逃 很简单 它就是被吓到 所以就逃了 因此 主观经验能解释人类的行为 如今 科学家又提供了更详细的描绘 人看到狮子 电讯号便从眼睛传向大脑 刺激某些神经元 神经元又放出更多讯号 于是 沿线上的神经元一个个受到刺激 放出讯号 如果能有够多的神经元 用够快的速率放出讯号 指令就能传到肾上线 让大量肾上线素传遍全身 心脏也收到指令要它跳快一些 同时 在运 洞中枢的神经元也向腿部肌肉发出讯号 让肌肉开始伸展或收缩 于是这个人从狮子旁边逃之夭夭 讽刺的是 我们越能清楚描绘这个过程 反而越难解释为何要有各种意识和主观经验 我们欲理解大脑 心灵反而越显多余 如果整个系统就是电讯号从这里传到那里 那我们何必去感觉这种事情 如果就只是一连串的电化学反应 从眼睛里的神经细胞一路传到腿部肌肉 何必还要在这个反应串里加入主观经验 主观经验到底有什么作用 骨牌不用有任何主观经验 还是能够一块一块自己倒下 那为什么神经元要有感觉 才能互相刺激或是告诉肾上腺开始分泌 事实上各种身体活动 包括肌肉运动和荷尔蒙分泌 有99% 并不需要任何意识和主观经验 那么不过就是为了剩下那1% 为什么神经元肌肉和腺体就需要去感觉了呢 你可能会这么说 我们之所以需要心灵 是因为心灵能够储存记忆 做出规划 并且自动产生全新的影像和想法 而不只是回应外界的刺激 例如一个人看到狮子 并不是直接对这个掠食者自动产生反应 而是先想起 一年前有头狮子吃了他的阿姨 于是开始想象自己被狮子撕成碎片的模样 又想到这样自己的 小孩就没了爸爸 这才是他会逃的理由 确实很多连锁反应 都是由心灵先开始的 而不是由任何直接的外部刺激开始 因此可能会有某人的心灵中 突然出现关于过去狮子攻击人的记忆 而让他思考狮子造成的危险 于是他就聚集所有部落成员 大家一起思考有什么新方法 能把狮群吓跑 但等一下 究竟这些所谓的记忆 想象和想法又是什么 它们存在哪里 根据目前的生物学理论 我们的记忆想象和想法 并不是存在于什么更高层次而无形的领域 反而也就是几十亿神经元 所触发集结而成的电讯号 所以就算我们已经把记忆想象和想法 也纳入考量 整件事仍然就只是一连串 透过数十亿神经元的电化学反应 以肾上线和腿部肌肉开始活动为结尾 到底在这个漫长曲折的过程中 有没有哪个步骤 例如在个神经元 要传到下个神经元的那一瞬间 能让心灵介入干预 并决定下个神经元 要不要放出讯号 有没有任何实质动作 或者甚至是某个电子的移动 是出于恐惧这种主观经验 而不是因为其他分子的作用 如果每个电子的移动 都是因为先前其他电子的移动 那我们究竟为何需要体验到恐惧 我们对此依然一无所知 生命方程是 哲学家将这个谜团 包裹在一个吊诡的问题中 有什么事是发生在心灵中 但没发生在大脑中 如果心灵中的一切事情 都是发生在我们庞大的神经元网络 那又何必把心灵独立出来说呢 而如果确实有些在心灵里的事 是高于实际神经网络 所发生的事情 它们究竟是发生在哪里 假设让我问你 觉得动画主角辛普森 对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和陆文斯基的丑闻 会有何想法 在这之前 你可能从没想过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你的心灵 就得要融合两个 过去不相关的记忆 可能想到的画面就是 辛普森喝着啤酒 看着电视上的克林顿说着 我与该名女子并无性关系 这两种记忆的融合 究竟发生在何处 一些脑科学 脑科学家认为 这发生在许多神经元互动 所产生全局工作空间 但在这里 工作空间只是一个比喻 而比喻后的现实是如何 到底不同资讯 是在什么地方交汇而融合 从目前的理论看来 这肯定不是发生在 什么精神上的第五维度 而是像两个原本 不相连结的神经元 突然开始彼此发送讯号 于是在克林顿神经元 和辛普森神经元之间 长出了新的突出 但如果是这样 这也不过就是两海 各神经元 互相连结起来的实际事件 我们为什么又需要 超脱其上的意识经验 同样这个谜团 我们也可以用 数学术语来呈现 目前的看法认为 生物也是演算法 而演算法 就能用数学公式来呈现 像是可以用数字 和数学符号 写出自动饮料机 准备一杯茶的步骤顺序 或是写出大脑 发现狮子接近时的 一连串动作 若是这样 只要意识经验 确实有某些重要功能 应该就能用数学来表示 因为意识经验 正是演算法的重要部分 如果我们要写出恐惧的演算法 将恐惧分成一连串的计算 应该要能像这样 就在这里 第九十三步 这正是主观经验到恐惧的时候 但在数学这个博大精深的领域里 有没有任何演算法 能指出主观经验 到目前为止 我们并不知道 有任何这样的演算法 虽然人类在数学和资讯工程领域 知识广博 但目前创造出来的 所有资料处理系统 都不需要主观经验 就能运作 而且也都不会感受到 痛苦、快乐、愤怒或情爱 又或许我们需要有主观经验 才能够反观自我 在大草原上游荡 计算自己生存和繁衍机会的动物 必须想象出自己的行动和决定 而且有时也得将这种想象 传达给其他动物 如果大脑想要设想出一个 自己如何设想决定的模型 就会被困在无限的循环中 开始胡言乱语 而跳出这个循环 出现的就是意识 这种说法在50年前 可能听来合理 但到了今天 局面已经有所不同了 包括谷歌和特斯拉 在内的几间公司 正在设计自动驾驶车 而且部分已经上路 控制自动驾驶车的演算法 每秒会做几百万次计算 判断其他车辆、行人、交通号制 和坑洞等种种因素 自动驾驶车能够自动停红灯 绕过障碍 并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 这一切都不需要感到任何恐惧 自动驾驶车 也必须把自己列入考量 将自己的计划和愿望 传达给周遭车辆 因为如果它决定要突然右转 必然会影响其他车子的应对行为 这种自动驾驶车没有半点意识 但开启车来也没有半点问题 自动驾驶车并非特例 还有许多其他电脑程式 也能自己运作 但都会发展出意识 也不会有什么感觉或欲望 15.行驶中的谷歌自动驾驶车 意识是大脑制造出来的副产品 如果我们硬是无法解释心灵 也不知道它有什么功能 为什么不干脆放弃这个概念呢? 在科学史上早有太多概念和理论 遭气而不用 例如,现代早期的物理学家 想解释光的移动 就设想有一种称为以太的物质 充满整个世界 而光则是以太的波动 但是物理学家一直没能找到任何实证 可证明以太存在 反而是找到其他更能解释光的理论 因此以太的概念就被丢进科学的垃圾堆里了 同样的,几千年来 人类曾经用神来解释许多自然现象 为什么会闪电? 因为神 为什么会下雨? 因为神 地球上的生命是怎么来的? 神创造的 但在过去几个世纪里 科学家并没有找到任何实证可证明神存在 反而是对闪电、下雨和生命的起源 有了更详细的解释 因此 现在除了在几个哲学的子领域之外 经过同才 审查的自然科学期刊和社会科学期刊上 已经不会出现真心相信神只存在的学术论文了 历史学家不会说 同盟国是因为有神相助 才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 经济学家不会认为是上帝造成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 地质学家也不会说板块运动是神的旨意 灵魂这个概念也是如此 千百年来我们相信自己所有的行为决定都是出自于灵魂 但因为找不到任何支持的证据 而且又出现了其他更详细的理论 所以生命科学已经抛弃了灵魂的概念 就个人而言 许多生物学家和医师仍然可能相信灵魂的概念 但他们绝对不会在严肃的科学期刊以此为题 或许 心灵的概念也该像灵魂 神指和以太一样丢进科学的垃圾堆 毕竟没有人曾经用显微镜看到所谓痛苦和爱情的经验意识 而且我们对于痛苦和爱情已经有了非常详细的深化解释 不再有主观经验的空间 然而心灵与灵魂以及心灵与神指之间仍然有一个关键的差异 要说有永恒存在的灵魂 这完全是意 测 但对于痛苦的经验 则是非常直接而具体的现实 如果我踩到一枚钉子 我百分之肯定会感觉到痛苦 就算至今我对此无法提出科学的解释 相较之下 如果伤口感染 让我因为坏聚而丧命 我的灵魂能不能继续存在 这我就没有把握了 虽然灵魂是个很有趣 也让人可以松一口气的说法 我也很乐意相信 但我就是无法直接证明它的真实性 像是疼痛和怀疑之类的主观经验 因为所有科学家自己也会不断体验到 所以他们也无法否认这些经验的存在 另一种试图抛下心灵和意识概念的做法 则是从否认其关联性下手 而不是去否认它们的存在 包括丹尼特和迪汉在内的一些科学家 认为所有相关问题都可以从研究脑部活动来解答 完全用不到主观经验的概念 这样一来 科学家就可再也不要用到心灵 意识 主观经验这几个词汇了 然而我们从以下的章节就会看到 现代政治和道德就是建筑在主观经验的概念上 而且一旦讲到各种道德上的困境 很难光用脑部活动的说法来圆满解决 举例来说 虐待或强奸有什么错 如果从纯粹的神经学角度来看 一个人遭到虐待或强奸 不过是脑中出现某些生化反应 某些电讯号从一些神经元传到 另一些神经元如此而已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大多数现代人之所以对虐待和强奸 有道德上的质疑 正是因为里面牵涉到主观经验 如果哪个科学家说主观经验无关紧要 他们面临的挑战 就是得要在不引用主观经验的情况下 解释为什么虐待和或强奸是错的 也有某些科学家虽然承认意识是真实的 也可能有极高的道德和政治价值 但认为这没有任何生物学上的功用 也就是说 意识是大脑某些程序制造出来的副产品 没有生物学上的用途 就像是飞机的喷射引擎 会发出隆隆巨响 但噪音并不会推动飞机前进 又好比 人类并不需要二氧化碳 但每次呼吸都让空 气里多了许多二氧化碳 同样的意识 可能就是再复杂的神经网络 讯号传送之后造成的心理污染 没有任何功用 就是存在那里罢了 如果确实如此 也就是说 这几百万年来 几十亿生物所经历的痛苦和快乐 都只是某种心理污染 这绝对是个值得思考的想法 虽然可能并不正确 但这也让我们很惊讶地发现 当代科学在今日要解释意识 这竟然已经是最佳的理论 观察脑波 也许生命科学看这个问题的角度错了 生命科学认为 生命就是资料处理 而生物就是进行运算和做出决定的机器 然而把生物类推成演算法 可能是个误导 在十九世纪 科学家是把大脑和思想比作蒸汽引擎 为什么用蒸汽引擎做比喻 因为当时那就是最先进的科技 能够推动火车、轮船和工厂 所以要解释生、命的时候 他们也相信应该是根据类似的原理 于是他们相信心灵和身体 就像是由各种管线、气缸、活塞和阀门所构成 能够蓄积和释放压力 从而产生各种运动和行为 这种想法甚至也对佛罗伊德的心理学影响甚深 至今仍有很多心理学术语 来自机械工程 举例来说 让我们看看佛罗伊德的以下主张 军队会控制性趋力 以推动军事上的侵略性 军队招募的就是性趋力 达到顶峰的年轻男子 而又限制士兵性交 限制士兵释放这些压力的机会 于是让压力在士兵体内不断累积 军队接着就会把这种受抑制的压力重新导向 并允许压力以军事侵略的形式释放 这根本就是蒸汽引擎的运作原理 先将沸腾的蒸汽限制在一个密闭容器内 让蒸汽压力累积得越来越高 直到突然打开阀门 让压力往预定的方向释放 就能用来推动火车或仿制机 也不只是在军队 我们在各种活动领域都常常抱怨 觉得心里有股压力越来越大 说如果不能找个方法释放压力 就快要爆炸了 到了21世纪 要再说人类心里就像是蒸汽引擎 可能听来有点幼稚 既然我们现在有了电脑这项远远更为复杂的科技 也就开始将人类心里比喻成处理资讯的电脑 而不再说是调节压力的蒸汽引擎 但就算是这个心的比喻 也可能同样太过天真 毕竟电脑没有心灵 就算城市出了问题 他们也不会想要做 什么 就算专制政权把整个国家的网络切断 网机网络也是不痛不痒 所以我们又为什么要用电脑 来作为了解心灵的比喻呢 话又说回来 我们真能确信电脑没有感觉或欲望吗 而且就算他们现在真的没有 或许某天变得够复杂之后 电脑也可能发展出意识 如果真发生这种事 我们又要如何确定 等到电脑取代了公车司机 老师 心理医师 我们要怎么知道他们是真有感情 又或者是无意识的演算法集合 讲到人类 我们现在已经能分辨 有意识的心理经验和无意识的脑部活动 有何差别 虽然我们距离理解意识还很远 但科学家已经成功找出意识的一些电化学特征了 科学家的做法是先假设 如果人类说现在自己有意识 就是真的有意识 基于这种假设 科学家就能开始观察脑波 看看有那些脑波 只会在人类有意识时出现 而无意识绝不会出现 这样一来 科学家就能判断 例如 看似成为植物人的中风病人 究竟是完全失去了意识 又或者是失去控制身体和语言的能力 如果病人的脑波显示出有意识的特征 那么很可能病人虽然不能行动或言语 但其实仍有意识 事实上 医师最近已能够使用FMRI 来和这样的病人进行沟通 医师会问病人是飞体 告诉他 闷如果想要答是 就想象自己在打网球 如果想要答否 则在脑中想着自己家的位置 如果病人所想的是打网球 运动脾质就会变得活跃 也就代表他想答是 如果活跃的是负责空间记忆的大脑区域 也就代表病人想答否 Tooling Tuxer 这一套用在人类身上很方便 但用在电脑上又如何 由于电脑是以细为基础 而人类的神经网络是以碳为基础 两者架构大不相同 因此人类意识的特征 很可能无法套用 我们似乎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了 一开始是我们相信 人类说自己有意识的时候 就是真的有意识 接着我们就能找出人类意识的脑波特征 再接着就能用这些特征来证明 人类确实有意识 但如果人工智慧也说自己有意识 我们该信吗 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的答案 早在几千年前 哲学家就已经发现 没有办法明确证明 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具有意识 而且就算只把范围限制在其他人类 我们也只是假定他们有意识 无法真正确定 搞不好 其实全宇宙只有我自己在感觉着什么 而其他所有人类和动物都只是没有心灵的机器人 或许是我在做梦 而遇见的每个人都只是我梦里的角色 又或许我是被困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 看到的一切生物都只是模拟 根据目前的科学定论 我所体验到的一切都是脑电活动的结果 所以理论上确实能够模拟出一个 我完全无法与真实分辨开来的虚拟世界 一些脑科学家相信 在不太远的未来 我们就能做到这种事 也有可能根本你就已经是住在这样的世界里 搞不好今年根本是二二一六年 你是个穷极无聊的青少年 Pow在一个虚拟世界的游戏里 正在模拟二十一世纪早期 这个原始却又叫人兴奋的世界 只要你一承认这种事情 确有可能 数学逻辑就会把你带向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 因为只会有一个真实的世界 而可能的虚拟世界数量无穷无尽 所以你现在这个世界碰巧是真实的可能性 根本趋近于零 这个知名而难产的问题称为他心问题 Problem of other minds 目前为止的所有科学突破都还无法克服这项问题 目前学者对此提出的最佳测试方法称为图灵测试 但这项测试其实只是检测是否符合社会常规而已 图灵测试认为 想判断某台电脑算不算具备心灵 做法是安排测试者同时和电脑及另一个真人沟通 而测试者不知道哪个是电脑哪个是真人 测试者可以任意问问题 玩游戏 辩论 甚至是跳琴 时间长短不限 然后再来判断哪个是电脑哪个是真人 如果测试者无法决定或根本选错 就等于电脑通过了图灵测试 我们应该认定它具有心灵 但这种测试当然不能作为证明 承认其他心灵的存在 只能说早已是一种社会和法律上的习惯 图灵测试是由英国数学家图灵 1912-1954 于1950年发明的 图灵可说是电脑时代的创始人之一 他也是同性恋者 但当时同性恋在英国违法 因此他在1952年遭判犯有同性恋行为 被迫接受化学严格 两年后图灵自杀身亡 图灵测试其实就是复制了每个同性恋男子 在1950年的英国必须通过的日常测试 你能装成异性恋者吗 图灵从自己的个人经验已知道 你究竟是谁 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只是别人对你的看法 根据图灵的观点 未来的电脑就像是1950年代的男同性恋者 电脑究竟有没有意识并不重要 重要的只是人类会怎么想而已 剑桥意识宣言 了解了心灵的概念 也发现我们所知竟是如此有限之后 就可以回到原来的问题 动物是否具有心灵 包括狗在内的一些动物 想必能够通过修改版的图灵测试 因为人类想要确定某个实体是否具有意识时 会寻找的不是什么数学性向或记忆能力 而是能否与人类建立情感关系 人类有时候会非常喜欢某些东西 像是武器、汽车、甚至是内衣裤 从而产生强烈的情感衣服 甚或恋物癖 但这些衣服都只是单向的 并不会形成双向关系 对大多数狗主人来说 狗能够成为他们的伙伴 与人建立情感关系 就足以让他们相信 狗并不是没有心灵的自动物 但这对于怀疑论者来说还不够 他们会说情感也只不过是演算法 而目前所有已知的演算法 都是无需意识便能动作 就算动物展现了复杂的情感行为 我们仍然无法证明 这绝对不是什么极度复杂 但无意识的演算法所为 当然,这种说法也能应用到人类身上 人所做的一切事情 包括做实验的时候 说自己有at yeast 理论上也都可能是个 无意识的演算法所为 然而,就人类而言 只要某个人说自己有意识 我们自然是全盘接受 根据这项最小的假设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找出意识的脑波特征 并用来有系统地判别某个人 是处于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状态 既然动物的大脑有许多特征和人脑类似 随着我们越来越了解意识的脑波特征 也就有可能用来判断其他动物 究竟有没有意识或是在何时具有意识 如果某只狗的大脑 显示出与有意识人脑类似的脑波特征 将会是很强力的证据 证明狗也有意识 根据初步对猴子和小鼠的测试 科学家已经指出 至少猴子和小鼠的大脑 确实显示了有意识的脑波特征 8.但考量到动物大脑和人类大脑仍有差异 而且我们距离解译所有意识的秘密 也还有一大段距离 可能需要再几十年 才真正能够研发出决定性的测试 与此同时 究竟该由哪方来负矩阵责任 我们到底是该先把狗视为无意识的机器 直到证明并非如此为止 还是该把狗看作是像人类一样有意识 直到出现令人信服的反正为止 2012年7月7日 许多神经生物学和认知科学的权威专家 齐聚建桥大学签署建桥意识宣言 Unconsciousness 其中提到 各种证据均指出 非人类动物拥有构成意识所需之神经结构 神经化学及神经生理机制 并且有能力展现带有意图的行为 因此 证据已充分显示 用以产生意识的神经机制 并非人类所独有 非人类动物包括所有哺乳动物 鸟类以及章鱼等其他生物 均拥有这些神经机制 由于仍然没有最直接的证据 因此 这项宣言就只差一步 并未直接说出其他动物也具有意识 尽管如此 这确实已经让举证责任转向了另外一方 回应科学界的转向 在2015年5月 纽西兰国会开全球国家先例 通过《动物福利法》修正案 在法律上承认 动物也像人类一样具有情感 该法规定 从此必须认知到动物具有情感 因此在例如触目等情境下 必须适当维护动物的福利 在一个羊多鱼人的国家 三千万头羊 四百五十万人 这项声明的影响十分重大 加拿大魁北克省也已经通过类似的法案 其他国家可能很快也将跟进 实验室大鼠的忧郁生活 许多企业同样已体认到 动物也有情感 但这常常反而让动物落入 相当不愉快的实验室试验 例如 制药公司经常使用大鼠来试验抗忧郁药物 在一种常见的实验计划中 需要取一百只大鼠以求统计性度 分别放进装满水的玻璃管内 这些大鼠会一次又一次努力想爬出玻璃管 但都无法成功 经过十五分钟之后 大多数都会放弃而不再动作 只是飘在管子里 对周遭情况了无兴趣 接着 另外取一百只大鼠 同样丢进玻璃管 但这次会在十四分钟后 正当它们快要绝望之时 把它们捞出来 擦干 给食物 让它们休息一下 然后再重新丢回玻璃管里 第二次 大多数的大鼠都能撑上二十分钟才放弃 为什么这次多了六分钟 因为过去曾有成功的记忆 触动了大脑释放出某些生化物质 让大鼠觉得又有了希望 而延迟了绝望的时间 只要我们能找出这种生化物质 就可能作为人类的抗忧郁药物 只不过 大鼠的脑中随时都有许许多多种化学物质 怎么才能知道究竟是哪一种 为了这个目的 还需要更多组 没接受过这项实验的大鼠 在找出认为可能是抗忧郁成分的化学物质之后 每一组各注入不同的化学物质 然后把它们丢进水里 譬如注射化学物质A的组别 仍然只撑了十五分钟 那就可以把物质A从可能清单上划掉 如果注射化学物质B的组别撑了二十分钟 这下就可以告诉直击 银长和股东 你们可能中了大奖 十六 大鼠抱着希望 挣扎着 想逃离玻璃馆 大鼠就飘在玻璃馆中 已经放弃希望了 持怀疑态度的人 可能已经跳出来 认为这段叙述把大鼠讲得太人性化 实在是想太多 他们认为 大鼠既不会感觉到希望 也不会感觉到绝望 虽然有时候他们动作很快 有时候在原地不动 但他们并不会有任何感觉 大鼠只是由无意识的演算法来驱使而已 但如果真是这样 这个实验又有何意义 精神病的药物 就是为了要诱发改变 而且不只是想改变病人的行为 更是要改变病人的感觉 病人找上心理医师说 医师想想办法让我不要这么忧郁吧 他们可不是要医师用机械刺激 让他们就算心情低落 仍然动作灵敏 而是要感觉很开心 如果药厂觉得用大鼠做实验 有助于开发这样的神奇药丸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们认定了大鼠的行为 也带有如同人类的情感 事实上 这也正是各家精神医学实验室 共同的前提 有自我意识的黑猩猩 还有另一种认为 人类比其他动物优越的论点 虽然已经接受老鼠、狗 或其他动物也有意识 但认为他们没有像人类一样的自我意识 这些动物可能会感到沮丧、快乐、饥饿或满足 但并没有自我的概念 不知道自己感受到的沮丧或饥饿 只属于这个称为我的实体 这种想法非常常见 但也非常言不及意 显然如果一条狗觉得饿了 它刀起的肉就是要给自己吃的 而不是要去喂另一只狗 让一条狗去闻闻附近其他狗尿过的树 它也立刻知道这气味究竟是自己的 隔壁那条可爱的拉不拉多的 又或是某条陌生狗的 对于自己交配对象或是敌人的气味 狗会有非常不同的反 这样一来 哪能说它们没有自我意识 这种主张有个更复杂的版本 说的是自我意识可区分成不同程度 只有人类知道自己是个有过去和未来 长久延续的自我 或许是因为只有人类可以用语言来思考过去的经验 思考未来的行动 至于其他动物则只能活在当下 就算它们似乎还记得过去 或是在打算未来 也只不过是在反映当下的刺激或瞬间的冲动 举例来说 松鼠会储藏坚果过冬 并不是因为它记得自己去年冬天饿了肚子 也不是为了未来着想 只不过就是一时冲动 它并不知道这种冲动是何起源 有何目的 正因如此 就算是那些从来没遇过冬天 当然也就不可能记得冬天是什么滋味的年轻松鼠 也会在夏天储藏坚果 然而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为什么讲到要对过去或未来有意识 会觉得语言是一个必要条件 只因为人类用语言这么做 其实算不上是什么证明 人类也会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爱和恐惧 但其他动物也能不靠语言就感受 甚至表达出爱和恐惧 事实上 人类自己也常常在没说出口的情况下 意识到过去和未来的 特别是在梦境里 我们可以不用语言就了解整个叙事情境 反而是醒过来之后 要用语言重述 却变得非常困难 许多实验指出 至少某些动物 包括鹦鹉和丛鸭之类的鸟类 确实能够记得一些个别事件 并且也能有意识地位与稠谬 但这点永远无法真正证明 因为不管动物表现出多复杂的行为 怀疑论者永远可以说 这只是出于动物脑中无意识的演算法 而非出于心灵中有意识的图像 要说明这个问题 让我们以瑞典妇虏维克动物园的雄性黑猩猩 桑提诺为例 他为了在寿篮里别那么无聊 就培养出一种颇刺激的新嗜好 对动物园的游客丢石头 这个行为本身并不特殊 黑猩猩生气的时候 投掷石头、木棒、甚至排泄物 都是常有的事 只不过桑提诺还会事先准备 一大早动物园还没开放 游客入场 桑提诺已经开始收集石头堆成一堆 看起来心平气和得很 导游和游客很快就知道 必须对桑提诺多加提防 特别是他站在那堆石头附近的时候 这下桑提诺比较难找到目标了 2010年5月 桑提诺又出了新招来回应 一大早 他就从睡觉的地方把稻草给搬出来 放在游客通常聚集观看黑猩猩的墙边 然后他再把收集到的石头藏在稻草堆下 大概一个小时后 第一批游客走近 桑提诺仍然一派平静 没有任何被激怒或是充满攻击性的迹象 但等到受害者一走近 他有把握的范围 桑提诺就突然拿出藏好的石头 炮击游客 把游客吓得四处逃窜 2012年夏天 桑提诺更是加速提升军备 除了稻草堆下面 也会把石头藏在树上 建筑物里 还有一切方便隐藏的地方 哪一方该负举证责任 但就连桑提诺的例子 也无法让怀疑论者幸福 早上七点 桑提诺开始到处收集石头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确定 他是觉得中午拿来丢人很有趣 会不会桑提诺也是被某种 不自觉的演算法所驱动 就像是年轻的松鼠 未曾经历冬天 也知道要储藏坚果 同样的怀疑论者会说 就算是雄性黑猩猩 攻击某只几周前伤害他的对手 也不是真的在报先前的仇 只是一时间觉得愤怒 无法克制 母象如果看到狮子威胁他的小象 之所以冒生命危险冲向前去 并不是因为记得是他深爱 而且照顾了好几个月的孩子 只是天生对狮子有着深不可测的敌意 狗载主人回家 狮兴奋不已 并不是因为认出这就是从小养他抱他的人 只是这条狗很开心罢了 没有任何其他理由 对于这些说法 我们既无法证明为真也无法证明为假 因为这其实就是他心问题的变化版本 由于我们并不知道有任何需要意识的演算法 所以不管动物做了什么 都可以视为是无意识的演算法 而不是有意识的记忆和计划 所以桑提诺的例子其实也和前面一样 真正的问题在于举证责任 对于桑提诺的行为 最可能的解释到底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该假设 他就是有意识地对未来做规划 而想反对的人才该想办法提出反证 或者我们该假设黑猩猩 是由一种无意识的演算法驱动 它只是感受到一种神秘驱立 要把石头藏在稻草下面 而不赞同这种想法的人才该提出反证 而且就算桑提诺不记得过去 也不会想象未来 难道这就代表他缺乏自我意识 毕竟如果有个人既不忙着回忆过去 也不急于梦想未来 我们还是会认定他有自我意识 举例来说 妈妈看到自己刚会走路的小婴儿 要晃到大马路上了 他可不会先想想过去还是未来 而是会像那头母像一样 冲过去救孩子 这种时候为什么我们不会把对大象的那一套说法 拿来用在他身上 说妈妈敢去救孩子脱离危险时 其实没有任何自我意识 只是由意识的冲动所驱使 同样的 想想年轻情侣第一次约会热吻 士兵冲入猛烈炮火中抢救受伤战友 艺术家狂乱落笔会出杰作 这些人都不可能忽然暂停 思考一下过去和未来 但难道这就意味着他们缺乏自我意识 而且比不上那些吹嘘着自己过去成就和未来计划的政客竞选演说 2010年 科学家做了一项难得感人的大鼠实验 他们将一只大鼠关在一个很小的 透明压克力质的大鼠抽血固定器里 再把抽血固定器放进一个大的多的实验箱 接着让另一只大鼠能够在实验箱里自由走动 被关入抽血固定器的大鼠会发出痛苦的讯号 结果让自由的大鼠也表现出焦虑和压力 大多数情况下 自由的大鼠会尝试拯救被关注的同伴 试了几次之后通常都能成功打开机关 把被关的大鼠解放出来 研究人员接着把实验再做一次 但这次在大实验箱里放了巧克力 现在那只自由的大鼠有两种选择 放出被关的同伴或是自己独享巧克力 许多大鼠都会选择先放出同伴再共享巧克力 不过也有的比较自私或许证明了某些大鼠就是比较坏心眼 怀疑论者全盘否认这些结果 认为自由的大鼠放出同伴不是因为同情 只是希望阻止凡人的求救讯号 大鼠是因为觉得不愉快 想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因为什么崇高的理由 或许也是 但同一套道理完全也可以套用到人类身上 如果我给乞丐钱 是不是只是因为我觉得看到乞丐令我不悦 于是做出这种反应 我到底是真正关心乞丐 或是只想让自己好过点 在本质上 我们人类和大鼠、狗、海豚或黑猩猩 并没有多大的差异之处 正如它们 我们也没有灵魂 也正如我们 它们也有意识 有着充满感觉和情感的复杂世界 当然每只动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质和才能 而每个人也有自己独特的天赋 不过 我们倒也没有必要进一步为动物都强加人性 觉得它们就像是长了毛的人类 这种化蛇天族的做法 不仅在科学上无法立足 也让我们无法真正从动物的立场 来给予它们理解和评价 聪明的马 190年代 德国有匹名马 聪明的汉斯 他在德国许多城镇村庄巡回表演 不仅德语水准非同凡响 数学能力更是惊人 如果有人问他 汉斯四成三是多少 汉斯就会用马蹄点第十二下 有人用文字写给他看 二十减十一是多少 汉斯也会展现普鲁士的一丝不苟 点个九下 1904年德国教育部门组成特别科学委员会 由一名心理学家领军调查这件事 委员会的13名成员 其中还包括一位马戏团经理和一名兽医 一心认为这必定是个骗局 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还是找不出任何七伟不实之处 就算把汉斯与主人分开 有全然陌生的人问他问题 汉斯仍然多半都能答对 17西元1904年聪明的的汉斯正在表演 直到1907年 心理学家方斯特·芬斯进行另一项调查 才终于查出真相 原来汉斯之所以能达出正确解答 靠的是观察提问者的身体语言和脸部表情 如果有人问汉斯三乘四是多少 汉斯从过去的经验知道 提问者心中会期待他点题点到一定次数 于是他开始点着 并且仔细观察提问人 随着汉斯慢慢接近答案 提问人会显得越来越紧张 并在汉斯点到正确数字时 紧绷的情绪达到顶峰 汉斯知道的是 如何从人的肢体姿势和表情看出这点 于是他就停下来 看着提问人原本的紧张 转变成难以置信的表情 或是哈哈大笑 汉斯便知道自己又答对了 常有人用聪明的汉斯作为例子 告诫不该误以为动物有人性 或高估他们有什么惊人的能力 但事实上 这里教我们的一课却正好相反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 我们为动物强加人性 反而是低估了动物的认知能力 并忽略了其他生物独特的能力 确实 汉斯在数学方面绝对算不上 有什么才能 任何八岁小孩的算 数能力都比他强 但如果讲的是从肢体语言 来推论情感和意图 汉斯就是个真金石银的天才了 如果有个瑞典人用我不懂的瑞典话 问我四成三是多少 我绝不可能光看他的脸部表情和肢体语言 就用脚点出正确的十二下 聪明的汉斯之所以拥有这个能力 是因为马匹通常就是用肢体语言相互沟通 但汉斯了不起的地方在于 他不只成功解读了同类的情感和意图 还看穿了原本不熟悉的人类 团结力量大 多数研究提到 智力和工具制作是人类新起的关键因素 虽然其他动物同样也会制作工具 但是人类在这一点的能力无疑远远胜出 可是说到智力就没那么明确了 虽然有一整个相关产业 智力与智力的定义和平量 但距离达成共识 还有一段很远的路程 幸好我们在这里并不需要踏入这个雷区 因为不管如何和定义智力 显然光靠工具和智力 仍然不足以让智人征服世界 根据大多数对智力的定义 人类在大约一万年前 就已经成为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了 也是工具制作的冠军 却仍然只是一种不太重要的生物 对周遭的生态系也没什么影响力 显然除了智力和工具制作之外 它们还缺了某种关键因素 也或许人类之所以最后能主宰这颗星球 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第三个因素 而只是因为智力和工具制作的能力都提升了 看来不然 因为翻阅历史 个人的智力和工具制作能力 与人类物种的能力提升并没有直接关系 两万年前的一般智人 智力和工具制作能力 可能都要超过现代人的平均 现代学校和雇主 虽然三不五时会测试我们的性向 但不管测出来的结果有多差 福利国家仍然会保障每个人的基本需求 但在石器时代 则是由天泽每天24小时来测试你 而且在这树不尽的测试中 只要有一项不过就可能致命 然而 尽管我们石器时代的每一位祖先 工具制作能力可能更优秀 面对外在险恶的环境时 头脑可能更清晰 感觉更敏锐 但是两万年前的人类仍然比今天弱小得多 在这两万年之间 人类从原本用石毛头的长矛来猎杀蒙岸象 演变成能制造太空船 探索太阳系 并不是因为双手变得更灵巧 也不是因为大脑发展得更大了 事实上 现代人的大脑似乎还小了一些 我们征服世界的关键因素 其实是在于 能够让许多人类团结起来的能力 如今人类完全主宰地球 并不是因为单一人类比单一的黑猩猩或狼更聪明 或是手指更灵巧 而是地球上只有智人这个物种 能够大规模而灵活地合作 智力和工具制造当然非常重要 但如果人类还没学会如何大规模灵活合作 即便大脑再聪明 手指再灵巧 现在仍然是在敲碎时 而不是撞击油原子 只不过 譬如蚂蚁和蜜蜂 早在人类之前几百万年 就已经学会了集体合作 为什么没能早早统治人类 原因在于它们的合作缺乏灵活性 蜜蜂的合作方式 虽然非常复杂巧妙 但它们无法在一夜之间彻底改造其社会制度 举个例子 如果蜂巢面临突如其来的威胁或机会 蜜蜂并没有办法把蜂后送上断头台 改制 为蜜蜂民国 至于大象黑猩猩这种有社交能力的哺乳动物 虽然合作起来比蜜蜂更灵活 但它们的朋友与家人数量都太少 它们的合作是以彼此认识为基础 如果你我都是黑猩猩 而我想跟你合作 就必须真的认识你 知道你是怎样的黑猩猩 你究竟是心格高尚 还是心品低落 如果我不认识你 怎么可能跟你合作 据我妹妹所知 只有智人能够与无数陌生个体 进行非常灵活的合作 正是这种实际具体的能力 说明了为何目前是由人类主控地球 而不是什么永恒的灵魂 或是独有的意识 革命万岁 历史已经提供充分证据 点出大规模合作极端重要 胜利几乎永远属于合作更顺畅的一方 这不只适用于人与动物的争斗 也适用于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冲突 因此 罗马之所以征服希腊 不是因为罗马人的脑子比较大 或工具制造技术比较高明 而是因为他们的合作更具效率和效益 纵观历史 纪律严明的军队 乃 就是能击败散兵游泳 团结的精英 就是能凌驾乌合之众 例如在1914年 威数仅300万的俄罗斯贵族官员和商人 就能作威作福 控制超过1亿8千万个农民和工人 俄罗斯精英熟知如何合作守卫其共同利益 但那1亿8千万平民却无法有效动员 事实上 那些精英有一大部分的努力重点 正是要确保这切 1亿8千万底层民众无法学会合作 想掀起一场革命 光靠人数绝对远远不够 革命靠的通常是一小群人集成的网络 而不是一大群人的动作 如果你想发动一场革命 不要问有多少人会支持我的想法 而是要问我有多少支持者能够有效合作 俄国1917年爆发十月革命 引爆点并不是1亿8千万农民起身反抗沙皇 而是一小群共产主义信徒 在对的时间站到了对的位置 当时俄国中上阶级人数至少有300万 但共产主义信徒仅有两万三千名 二十 然而共产主义信徒组织严密 依旧夺下了俄罗斯帝国 当俄罗斯的权力从沙皇老朽的掌握 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同样颤抖的指尖滑落 共产主义信徒一把揭起紧握住权力的缰绳 一如斗牛犬对骨头紧咬不放 共产党徒这一握 一直到1980年代末之前从未放开 有效的组织让他们掌权长达80年 而最后也是因为组织的缺陷才颓然倾塌 1989年12月21日 罗马尼亚共产独裁者齐奥塞斯库 Nikolai Ceaușescu 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心 组织了一项大规模的支持者示威活动 在先前几个月之间 苏联已经从东欧共产主义政权收回支援 柏林围墙已倒下 革命席卷波兰、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 齐奥塞斯库自1965年以来一直统治罗马尼亚 就算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市 已经在12月1、7日出现抗暴运动 齐奥塞斯库仍然相信 自己能挡下这波海啸般的浪潮 而他的反制措施之一 就是在布加勒斯特安排大规模集会 希望向罗马尼亚人和世界各国证明 大多数民众仍然敬爱他 或至少是害怕他 当时已经枝嘎作响的党机器 奋力动员了8万人 塞满市中心广场 并号令罗马尼亚全国民众 放下手边工作 聆听广播或收看电视 在一片看似热情的群众欢呼声中 齐奥塞斯库登上阳台 俯瞰广场 他在先前几十年间 这动作已经做了不下数十次 在妻子艾莲娜 党领导和大批保镖陪同下 齐奥塞斯库开始了注册商标 一般的沉闷演讲 在那8分钟内 他赞扬罗马尼亚社会主义的辉煌 并在群众机械式鼓掌的掌声中 显得志得意满 接着就出事了 这段影片现在YouTube还看得到 只要搜寻 齐奥塞斯库的最后演说 你就能亲眼目睹历史的进展 从YouTube影片可以看到 齐奥塞斯库才刚开始 另一个冗长的句子 说道 我要感谢在布加勒斯特 发起及组织这项伟大集会的人 这是 接着他忽然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 瞠目结舌 难以置信 他再也没有把那句话说完 你可以看到 在那一秒 他的世界整个崩溃 观众居然有人在徐他 到现在 大家仍在讨论 究竟谁是第一个胆敢发出嘘声的人 但一声之后 就是接二连三 短短几秒钟 群众口哨声此起彼落 辱骂声不绝于耳 并一起大喊着 地迷 什么来的迷 什么来的 而且这一切都透过电视直播 罗马尼亚国民 有四分之三正听从命令 坐在电视机前 他们的心激动地跳着 恶名昭彰的罗马尼亚秘密警察 立刻下令停止直播 但电视台工作人员并未听命 摄影师把摄影机指向天空 因此观众不会再看到党领导人 在阳台上有多惊慌 但录音师还是继续录着音 技术人员也还是继续播送 整个罗马尼亚都能听到群众的嘘声 同时齐奥塞斯库则是不断大喊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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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问题是出在麦克风一样 他的妻子艾莲娜开始吃喝观众 安静 安静 直到齐奥塞斯库转头向他吃喝 是你给我闭嘴 而且这一切都还在直播 齐奥塞斯库接着开始向广场上激动的群众喊话 同门同志们 请静下来同志们 但同志们已经不愿意安静下来了 罗马尼亚共产政府崩溃的时刻 就是有八万人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广场 意识到他们比那个在阳台上戴着皮帽的老人强得太多 但真正令人震惊的 还不是这个系统崩溃的时刻 而是这种政权居然已作威作福了几十年 为什么世上的革命如此罕见 群众早就有能力冲上阳台 把这种人撕成碎片 但为什么几世纪以来 他们却是一直听话 鼓掌 欢呼 完全听从阳台上的人下的任何命令 齐奥塞斯库和亲信统治罗马尼亚2000万人 长达40年 靠的就是确保了三项重要条件 首先 将忠诚的共产官僚安插控制所有的合作网络 例如军队 工会 甚至是体育协会 第二 不论在政治 经济或社会方面 只要是任何可能合作反共产的竞争组织 一律禁止成立 第三 他们拥有来自苏联和东欧共产政党的支援 虽然偶有争执 但这些共产政党 还是会在必要时互相伸出援手 或至少会确保 没有外人来到这个社会主义天堂多管闲事 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领导精英对人民造成各种艰困痛苦 2000万罗马尼亚人却无法组织起任何有效的反对运动 一直要到这三项条件都不再存在 齐奥塞斯库才终于垮台 在1980年代末期 苏联撤回了保护伞 各个共产主义政权也像骨牌一样 逐一倒下 到了1989年12月 齐奥塞斯库已经再也无望取得任何外援 邻近国家掀起的革命 更像是给反对阵营一记强心针 而且共产党本身也分裂成不同阵营 互相攻击 最后就是齐奥塞斯库自掘坟墓 他自己安排了在布加勒斯特的集会 还透过电视直播 让革命分子把握绝佳机会 集结力量反抗齐奥塞斯库 想让革命星火燎原 哪有比电视直播更快的办法 然而虽然权力已经从阳台上笨拙地掌权者手中滑落 却不是由广场上的群众所沉寂 虽然他们人数众多 群情激昂 却不知道该怎样组织起来 因此正如1917年10月革命时的俄罗斯 权力又来到了一小群政治玩家的手中 他们唯一拥有的就是良好的组织能力 于是罗马尼亚的革命成果 就这样被自称救国阵线的组织所窃聚 而这个组织实际上就是共产党温和派的烟幕弹 救国阵线与当时的集会群众并没有真正的关系 而是一群中阶党政官员 由共产党的前中央委员会委员 及宣传部长伊列斯古率领 伊列斯古和救国阵线的同志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政治家 抓紧每一支可用的麦克风 宣称自己是改革的领导者 再透过他们长久以来的统治经验和亲信网络 继续控制国家侵占资源 在共产的罗马尼亚 几乎一切都归于国有 但到了民主的罗马尼亚 却是迅速将一切资产私有化 再以低廉的价格授予前共产党人 只有这些共产党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并且合作互谋其利 控制着国家基础设施和天然资源的国营公司 被以出清特卖价出售给前共产政府官员 同时共产党的士兵基层也能用 And they take the deck with the congits 伊列斯古自己当了罗马尼亚总统 同事们则成了部长 国会议员 银行董事 亿万富翁 直到如今 控制着这个国家的新罗马尼亚精英分子 仍然大多是前共产党人及其家属 别人吃肉 那些冒着生命危险 在蒂米什瓦拉和布加勒斯特抗议的群众 却只能喝汤 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合作 建立一个高效的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2011年的埃及革命 也出现同样命运 1989年电视所扮演的角色 到了2011年 由脸书和推特接手 在新媒体协助下 群众得以协调整合 让成千上万的人潮 在对的时间 阉谋街道和广场 推翻穆巴拉克政权 然而要把10万人带到解放广场是一回事 但想要真正抓紧政治机器的操纵感 在正确的防肩握到正确的手 让国家有效运作又是另一回事 因此穆巴拉克下台的时候 示威者并无力填上那个空缺 埃及只有两个组织 拥有足以治国的组织能力 军队和穆斯林兄弟会 因此这场革命的成果 先由兄弟会窃聚 之后再由军队劫持 比起过去的独裁者 或是在开罗和布加勒斯特的示威者 不管是罗马尼亚前共产党人 或是埃及的军事将领 都算不上真的比较聪明 又或手指更为灵巧 他们的优势只在于灵活合作 一方面 他们的合作效率高于群众 二方面 比起顽固的齐奥塞斯库和穆巴拉克 他们也展现了更大的灵活度 在暴力与色情之外 如果说 智人之所以统治世界 是因为只有我们能够大规模灵活合作 这显然又破坏了我们认为人类比较神圣的信念 我们希望人类真的是特殊的 值得拥有各种特权 为了证明这一点 我们会指出人类的各种惊人成就 我们盖了金字塔和长城 我们解开了原子和DNA的结构 我们还抵达了南极 登上了月亮 如果说这些成就都源于每个人都拥有的某种独特本质 例如不朽的灵魂 那要说人类生命有神圣之处 或许还说得过去 但因为这些胜利 其实都是靠着大规模合作而来 那就很难再说 为什么每个人类都值得我们如此敬重 整个蜂巢的能力 会远比单一只蝴蝶来得高 然而这并不会让单只的蜜蜂比单只的蝴蝶更神圣 罗马尼亚共产党人成功主宰了没有组织的罗马尼亚大众 难道我们该说 共产党人的生命比一般国民更神圣 人类所知的合作方式 远比黑猩猩更有效率 因此 人类是将太空船射向月球 而黑猩猩只能在动物园 对游 刻扔石头 但难道这就让人类变得比较高级 也有这个可能 不过 我们得先想想 到底为什么人类可以互相配合得这么好 为什么只有人类能够打造出这么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 对于像黑猩猩 狼和海豚 这些社会性哺乳动物 社交合作大多必须以彼此认识为基础 以黑猩猩为例 一定要等到互相熟视建立起社会阶层之后 才有可能一起猎食 因此 黑猩猩猩得花很多时间在社交互动权力斗争 如果两只不认识的黑猩猩碰在一起 通常不但不能合作 反而会互相咆哮 扭打 或是尽速逃离 但是巴诺布园 巴诺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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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是用性行为来疏解压力 建立社会连结 所以并不意外 同性的性行为也是稀松平常 如果两群互不相识的巴诺布园碰在一起 一开始会先展现恐惧和敌意 让吼叫声和尖叫声不绝于丛林 但很快的 其中一群的雌性巴诺布园会走出来 邀请 墨霞 深的巴诺布园别打仗了 来做爱吧 通常另一方都会接受这项邀请 于是不到几分钟 原本可能的战场就成了欢场 巴诺布园用着几乎所有你想得到的姿势 性骄 甚至还包括倒吊在树上 智人同样很了解这些合作技巧 有时候是组成像黑猩猩那种权力阶级 有时候也像巴诺布园 用性爱巩固社会连结 但不管讲的是打斗或交配 光靠彼此相识 并无法成为大规模合作的基础 想解决希腊债务危机 办法绝不可能是邀请希腊政治家 和德国银行家来大打一架 或是云雨一场 研究指出 不论是友好或敌对的关系 智人能够真正熟识的对象不超过150人 不管人类是靠什么打造出大规模合作网络 总之绝不只是彼此熟识而已 对于想靠实验来破解人类社会秘密的心理学家 社会学家 经济学家 这实在是坏消息 由于组织和经费因素 绝大多数的实验对象都只是个人或小群体 然而 想用小群体的行为来推断大众社会的动态 风险实在很高 有一亿人口的国家 运作方式从根本上就和一百人的小部落大不相同 最后通牒赛局让我们用行为经济学上最著名的最后通牒赛局 Game又称为成让赛局 实验为例 这项实验通常有两名参与者 其中一人会得到一百美元 可以自由分配给自己和另一位参与者 他可能会全留 分成两半 或是把大多数给对方 另一位参与者只有两个选项 接受或拒绝 如果他拒绝对方的分法 两人都得两手空空回家 古典经济学理论主张 人类是理性的计算器 所以他们认为 大多数人会自己留九十九美元 只给对方一美元 而且他们也认为 另一位参与者会接受这样的分法 毕竟如果有人问你要不要一美元 理性的回答自然就是接受 另一位参与者拿到九十九美元 又有什么关系呢 古典经济学家可能一辈子 都待在实验室和讲堂 从没冒险进入真实的世界 大多数参与最后通牒赛局的人 只要拿的钱太少 就会拒绝 理由就是不公平 他们宁愿不拿这一美元 也不想看起来像个傻蛋 也因为这就是现实世界的运作方式 所以很少人会向对方提出极低的数字 大多数人就是直接评分 或是让自己占点小好处 像是给对方三十美元 最后通牒赛局影响深远 不仅戳破古典经济学理论 也建立起近几十年 最重要的一项经济学发现 智人的形式并不是依照 冷冰冰的数学逻辑 而是根据有温度的社交逻辑 我们是由情感所控制 正如先前所见 这些情感实际上都是很复杂的演算法 反映出远古狩猎 采集部落的社会机制 如果在三万年前 我帮你抓了一只野鸡 但你却只分我一只鸡翅 我可不会对自己说 还有一只鸡翅 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而是演化演算法快速运转 让肾上腺素和高固酮流向全身 血液沸腾 然后向地上虫中一跺脚 发出怒吼 短期来说 我可能得饿肚子回来 甚至还会挨上一两拳 但长期来说 这是有好处的 因为你以后别想再坑我 我们会拒绝不公平的方案 是因为如果在石器时代 温和接受一切要求 就只能等死 观察现代人存的狩猎采集部落 结果同样支持这种观点 大多数部落都很重视公平 如果猎人猎到一头肥鹿回来 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份 黑猩猩也是如此 如果有一只黑猩猩杀了一头小猪 同一群的其他黑猩猩会聚在一旁伸出手来 而且通常也都会拿到一份 在一项实验中 将两只卷尾猴 关在相邻的笼子里 两只都能看到对方的一切动作 德瓦尔的研究团队 在每个笼子都放了一些小石头 训练这些猴子 把石头交给研究人员 每次猴子拿一个石头给他们 就会得到食物 一开始的奖励是一片黄瓜 两只猴子都高高兴兴地把黄瓜吃了 几回合后 德瓦尔进到实验的卡尔下一个阶段 这一次第一只猴子交出石头 得到的是一颗葡萄 葡萄可比黄瓜美味多了 但第二只猴子交出石头的时候 拿到的却仍然是一片黄瓜 这只猴子之前拿到黄瓜还很高兴 但现在却火冒三丈 他拿到黄瓜之后 先是难以置信地看了一会儿 接着就怒气冲冲 把黄瓜丢向研究人员 并开始跳来跳去 大声他尖叫 他可不是什么好惹的假设 从这个令人发血的实验 可以上YouTube观看和最后通牒赛局 让很多人以为灵长类动物就是天生有道德观 而平等是个普遍而永恒的价值 人类天生就是平等主义者 而不平等的社会必会招致怨恨和不满 绝不可能运作顺畅 社会从来不平等 真是这样吗 这些理论应用在黑猩猩 卷尾猴和小型狩猎采集部落 或许很合用 或是在实验室里对一小群人做测试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然而一旦观察大批群众的行为 就会看到一个全然不同的现实 大多数的人类王国和帝国都极度不平等 但其中的稳定性和效率却好得不得了 在古埃及 法老王可以躺在舒适的垫子上 住的是凉爽而豪华的宫殿 穿的是黄金的凉鞋和香满宝石的外衣 有美丽的女仆 剥好甜滋滋的葡萄放进她嘴里 透过敞开的窗户 她可以看到农民在田里工作 穿的是肮脏的破衣 头上顶着无情的太阳 回家能有一根黄瓜吃 就已经是天大的幸福 然而 农民很少起身反抗 1741年 普鲁士国王菲特列二世入侵西里西亚 发动一系列让她赢得 菲特列大帝称号的血腥战争 让普鲁士成为一大强权 却也导致数百万人死亡 残废 一无所有 她窥下的兵士多半是倒霉的新兵 得承受铁的纪律和严苛的演练 可以想见 这些士兵对他们的最高指挥官 并没多大的好感 菲特列有一次看着部队集合 准备出击 就和一位将军说到 他最惊卡 压得是 我们站在这里面对这六万大军却安全无余 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 每个人都比我们武装完整 身强体壮 但他们一见我们就发抖 我们却对他们毫无所惧 菲特列确实是可以安全无余地看着这群人 在接下来几年 虽然战事辛劳 但这六万武装大军从未反叛 很多人还为他献上非凡的勇气 冒着生命危险 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这些埃及农民和普鲁士士兵的反应 为什么和最后通牒赛局 或卷美猴实验的情况这么不同 原因就在于 大批群众的行为 就是和小型团体的情况有所不同 如果今天的最后通牒赛局实验 是有甲頤两方各一百万人 要分一千亿美元 科学家究竟会观察到怎样的情况 这里面的动态 很有可能十分奇特而迷人 举例来说 因为一百万人不可能 直接做出共同的决定 因此可能两方各出现一位统治精英 这时 如果甲方领导人说 要给乙方领导人一百亿美元 而自己留下九百亿美元 情况会如何 乙方领导人有可能会接受 这种不公平的报价 接着把这一百亿美元 大部分值他 接转到自己的瑞士银行账户 同时用各种赏罚手段 避免底下的人叛乱 领导人可能威胁和严惩意义分子 并且告诉那些温和有耐心的人 他们死后可以在来世得到永恒的奖励 这正是古埃及和18世纪普鲁士的情况 而且至今在全球许多国家依旧如此 这样的威胁和承诺 通常都能成功创造稳定的阶级制度和群众合作网络 但前提是 民众相信自己是顺应着自然不可避免的法则 或是神职神圣的命令 而不只是听命于另一个人 所有的大规模人类合作 到头来都是奠基于我们想象的秩序 这一套又一套的规矩 虽然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 我们却会认为 这就像众理一样真实而不可侵犯 向天神献上石头牛就会下雨 孝顺父母就会上天堂 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话 你就会下地狱 只要智人住在相信同样一套故事的地方 就会遵守一样的规矩 于是不仅很容易预测陌生人会有什么行为 也很方便组织大规模合作的网络 智人也常常用可见的标记 例如头巾、胡子或西装 来代表你能相信我 我跟你信仰的故事是一样的 但我们那些黑猩猩堂兄弟 并无法创造和流传这样的故事 也因此无法大规模合作 意义的往人之所以很难理解 想象的秩序这种概念 是因为觉得现实只分两类 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 所谓客观现实就是事物的存在 与我们的信念和感受无关 例如重力就是一项客观现实 早在牛顿之前便已存在 而且不论信不信他 都同样会受到重力影响 但主观现实则相反 事物的存在与否 是取决于个人的信念和感受 例如假设我觉得头一阵剧痛去看医生 虽然医师对头部做了彻底检查 却没查到什么问题 于是他又要我去做血液检查 尿液检查 DNA检测 X光 心电图 FMRI 什么都做了 等到检查结果出炉 他说我完全健康可以回家了 可是我仍然觉得头痛的不薄 得了 虽然所有客观测试都找不出我有什么问题 尽管除了我以外 没人感觉痛苦 但对我来说 这种痛苦是百分之百真实 多数人以为 现实只有客观和主观两种 并没有第三种可能 于是只要他们说服自己某件事 并非出于自己的主观感受 就贸然认为这件事必然属于客观 如果有那么多人相信上帝 如果钱确实能让世界运转 如果民族主义会促成战争 也会建立帝国 那么这些事物或概念 一定不只是我个人主观的信念 也就是说 上帝 金钱和国家 一定是客观的现实咯 然而现实 还有第三个层次 互为主体的 这种互为主体的现实 并不是因为个人的信念 或感受而存在 而是靠着许多人的沟通 互动而存在 历史上有许多 最重要的驱动因素 都具有互为主体的概念 像是金钱 并没有客观的价值 医院的美钞不能吃 不能喝 也没法拿来穿 但只要有几十亿人 都相信它的价值 你就可以拿它来买东西吃 买饮料喝 买衣 服穿 如果有位面包师傅 忽然不再相信美钞了 不愿意让我用这张绿色纸 换它的面包 也没什么关系 只要再走几条街 又有另一家超市可买 然而如果超市的收银员 市场的小贩 购物商场的销售员 都一律拒绝接受这张纸 美钞就会失去它的价值 当然这些绿色纸张还是存在 但它们已经再无用处 这种事情其实不时会发生 1985年11月3日 缅甸政府毫无预警地宣布 50免元和100免元的纸钞 不再是法定货币 民众根本没有兑换纸钞的机会 一辈子的积蓄瞬间成了几堆 毫无价值的废纸 为了取代失效的货币 政府发行了新的75免元纸钞 号称是要纪念缅甸独裁者奈温将军 Win的75岁生日 1986年8月又发行了15免元和35免元的纸钞 据传 这位独裁者深信命理 相信15和35是幸运数字 但对国民来说 可就一点也不幸运了 到了1987年9月5号 缅甸政府又突然下令 所有35免元和75免元的纸钞 同样不再是法定货币 会像这样因为人类不再相信而一息蒸发的 并不只有金钱的价值 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 法律 神职 甚至整个帝国上 这一秒他们还在忙着塑造世界 下一秒却忽然不复存在 天神宙斯和天后赫拉 曾经是地中海一带的重要力量 但现在不再有人相信 也就令他们失去所有力量 苏联曾经一度能够摧毁全人 累 但也是在一支笔的力量下 便烟消云散 1991年12月8日 在维斯库里附近的一栋乡间大宅 俄罗斯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 签署了白拉维莎协定 其中声明 五等白俄罗斯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及乌克兰 作为1922年苏联成立条约之签署创始国 自此声明终止苏联 作为国际法治主体 及地缘政治之现实 就这样 苏联从此消失 要说金钱是个互为主体的现实 相对还比较容易接受 大多数人也很愿意承认 那些古希腊神明 邪恶的帝国和异国文化价值观 都只是一种想象 但如果说的是自己的神 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价值观 由于正是这些概念 给了我们生命的意义 要承认这些概念也都是虚构的 就没那么容易了 我们希望自己的生命 有客观意义 希望自己的种种牺牲 不只是为了脑子里的各种空想 但事实上 大多数人生活的意义 都只存在于彼此述说的故事之中 在大家一起编织出 共同故事网的那一刻 意义就产生了 对我来说 譬如在教堂结婚 在斋戒月禁食 或在选举日投票 这些动作为什么有意义 原因就在于 我的父母也认为这有意义 还有我的兄弟姐妹 邻居朋友 附近城市的居民 甚至是遥远异国的民众 都认为这有意义 为什么这些人都认为这有意义 因为他们的朋友和邻居 也有同样的看法 人类会以一种 不断自我循环的方式 持续增强彼此的信念 每一次的互相确认 都会让这张意义的网 收得更紧 直到你别无选择 只能相信大家都相信的事 只不过经过几十年几世纪 异议的网也可能忽然拆散 而由一张新的网取而代之 读历史正是看着这些网的编织和拆散 并让人意识到 对这个世代的人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 很有可能对他们的后代 变得毫无意义 19.签署 白拉维莎协定 笔碰上了纸 天灵灵的灵灵 苏联消失无踪 把人民向苍蝇捕进 往七年撒拉丁 在哈丁战役 哈廷击败十字军 占领了耶路撒冷 教皇因此发起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希望夺回圣城 让我们假设 有位名叫约翰的年轻英国贵族 远离家乡征讨撒拉丁 约翰相信 自己这么做是有客观意义的 如果自己在东征过程中去世 灵魂就能够升上天堂 享受永恒的无上喜悦 如果这时候跟他说 灵魂和天堂都只是人类编出来的故事 肯定会把他吓坏 约翰一心相信 如果他抵达圣地 却被一个长着大胡子的穆斯林战士 一斧头披在他头上 他当然会痛苦万分 两耳嗡嗡 两腿一软 视野一黑 然后就会突然发现 自己有一片明亮的光芒笼罩 听到天使的歌声 悠扬的竖琴玄音 看到发 约翰对这一切的信念 之所以这么强 是因为有一张细细秘密 又极度强大的意义之网 包覆着他 他最早的记忆 就是亨利爷爷有一把生锈的剑 挂在古堡的主厅 当他还在盘三学部 就已经听过亨利爷爷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战死的故事 说爷爷现在已经在天堂休息 有天使作伴 一直关照着约翰和他的家人 银 游诗人来访陈宝 常常吟唱着十字军在圣地英勇作战的歌谣 约翰上教堂的时候 很爱探彩绘玻璃窗 其中一扇正是布勇的哥德弗里 布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领导者 拿长枪刺穿一个面容邪恶的穆斯林 另一扇则是罪人的灵魂在地狱里燃烧 约翰也会认真聆听当地神父的讲道 那是他认识的最有学问的人 几乎每个礼拜天 神父都会搭配各种精心设计的比喻 和令人管耳的笑话 讲述着 世上只有天主教是唯一的救赎 罗马教皇是我们神 圣的父 我们必须听从他的指示 如果我们杀人或偷窃 上帝会叫我们下地狱 但如果我们杀的是异教徒穆斯林 上帝会欢迎我们上天堂 在约翰刚满十八岁的一天 一位骑士很狼狈的骑马来到城堡大门 雨带哽咽的大汉 十字军在哈丁被撒拉丁击败了 耶路撒冷沦陷了 教皇宣布将发动新一波十字军 并承诺不幸丧生者将得到永恒的救赎 身边所有人看来都是既震惊又忧虑 但约翰脸上发出超脱俗事的光亮 宣告 我将对战异教徒收复圣地 每个人静了一下 接着脸上露出笑容流下感动的泪水 母亲擦擦眼泪 紧紧抱着约翰 说他有多么引以为荣 他的父亲则是大力在他背上拍了一掌说道 儿子 如果我还是你这年纪 必会和你同行 事关我们家族的荣誉 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 约翰有两个朋友也宣布要一同从军 而且 就连约翰的死对头 那个住在河另一边的男爵 也特地来家里拜访 祝他一路顺利 当约翰离开城堡时 村民纷纷从小屋里出来 向他挥手致意 而对于这位即将前去对抗异教徒的十字军勇士 所有的美丽姑娘也露出崇拜的眼神 约翰从英国出航 航过各个陌生而遥远的比方 例如诺曼蒂 普罗旺斯 西西里岛 许多异国的骑士也纷纷加入 大家都有着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信念 但等到军队终于在圣地上岸 开始与萨拉丁的部下战斗 约翰才惊讶地发现 这些邪恶的萨拉逊人 怎么也和自己有同样的信念 当然 想必萨拉逊人没搞清楚 竟然以为基督徒才是异教徒 而穆斯林则是服从神的旨意 但萨拉逊人也接受一样的基本信念 也就是为神和耶路撒冷而战的战士 一旦战死将会直接上天堂 就像这样 中世纪文化一丝一缕地编织着意义的网 把约翰和同时代的人都像苍蝇一样补进网中 约翰绝不可能想象得到 这一切故事都只是出于想象虚构 说他的父母和叔伯都错了 还有可能 但还有引游诗人 他所有的朋友 村里的姑娘 知识渊博的神父 住在河另一边的南爵 在罗马的教皇 在普罗旺斯和西西里岛的骑士 甚至还包括了那些穆斯林 难道真有可能是这些人都在胡思乱想 事过境迁 意义不在 雷 时间就这么过了好多好多年 在历史学家的注视下 意义的网被拆散 又张起了另一张新的网 约翰的父母已然身故 他的所有兄弟姐妹也不在人世 这时已不再有引游诗人 唱着十字军东征的故事 新的流行是在剧院上演爱情悲剧 家族的城堡被烧成一片平地 而重建之后 亨利爷爷的剑已经失去引踪 教堂的彩绘玻璃在一次冬季的狂风中粉碎 换上的玻璃 不再描绘不勇的哥德福里和地狱里的罪人 而是英国国王打败法国国王的伟大胜利 当地的牧师已经不再称呼教皇 是我们神圣的父 而是罗马的那个魔鬼 在附近的大学里 学者钻研着古希腊手稿 解剖尸体 并在紧闭的门后窃窃私语 说着或许根本没有灵 混这种东西 但时间钻研又过了好多好多年 原本是城堡的地方 现在成了购物商场 在当地的电影院里 圣杯传奇 已经播了无数次 在一座空教堂里 无聊的牧师看到两名日本游客 简直喜出望外 开始滔滔不绝 解说教堂里的彩绘玻璃 游客不停礼貌地微笑点头 但完全没听懂 教堂外面的阶梯上 一群青少年正用iPhone看着一部YouTube影片 是约翰兰农那首Imagine the Remix版 约翰兰农唱着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It's easy if you try 想象世上如果没有天堂 试试看 这并不难 一名巴基斯坦清洁工正在打扫人行道 旁边有收音机正播报新闻 叙利亚屠杀仍在继续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会议落幕了 但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突然之间 天空打开了一个时光通道 一道神秘的光照在其中一位青少年脸上 他突然张口宣告 我将对战异教徒 收复圣地 异教徒圣地 对于现在绝大多数的英格兰人来说 这些词汇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 就连那位牧师也很可能觉得 这年轻人是精神病发作 相反的 如果一位英国青年决定加入国际特赦组织 前往叙利亚保护难民 维护难民的人权 现在大家会觉得他是个英雄 但在中世纪 大家会觉得这人疯了 在12世纪的 英格兰 没有人知道什么叫人权 你要大老远跑到中东 冒着生命危险 而且居然不是要杀死穆斯林 而是保护某一群穆斯林 别被另一群穆斯林杀了 你绝对是脑子出了很大的问题 这正是历史开展的方式 人类编织出一张异议的网 并全心相信它 但这张网迟早也会拆散 直到我们回头一看 实在无法想象 当时怎么可能有人真心这么相信着 事后看来 为了到达天堂而参加十字军 听起来就像是彻底疯了 事后看来冷战似乎又是件更疯的事 不过才短短三十年前 怎么可能有人因为相信 能打造出共产主义的天堂 就不惜为此冒着核战浩劫的危险 而在现在的一百年后 我们现在对民主和人权的信念 也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后代 感到同样的难以理解 大同世界智人统治世界 是因为只有智人 能够编织出互为主体的意义之网 其中的法律 约束力 实体和地点 都只存在于他们共同的想象之中 因为有这张网 让所有动物只有人类 能够组织十字军 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权运动 其他动物也有可能想象各种事情 猫埋伏着要抓老鼠时 虽然可能没看到老鼠 但很可能能够想象老鼠的形状甚至是味道 但是就我们目前所知 猫只能想象实际存在这个世上的东西 例如老鼠 它们无法想象自己看不见 闻不着 尝不到的东西 比如美元或谷歌 欧盟 只有智人能够想象出这种虚幻的事物 因此 猫和其他动物至今仍然只能处于客观的世界 沟通系统也只用来描述现实 但智人能用语言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现实 在过去七万年间 智人所发明出具备互为主体性的现实 愈发强大 让智人在今天称霸世界 黑猩猩 大象 亚马逊雨林 和北极冰川 究竟能否活过21世纪 这一切的结果将要看向是欧盟和世界银行这种组织的意愿和决定而定 而这几个实体其实都属互为主体 只存在我们共同的想象之中 没有任何其他动物有能力对抗我们 并不是因为它们少了灵魂或少了心灵 而是因为它们少了必要的想象力 狮子能跑 能跳 能抓 能咬 却没办法开银行账户或提出诉讼 而在21世纪 一位知道怎么提出诉讼的银行家 拥有的权力绝对远远高于大草原上最凶猛的狮子 能够创造出互为主体的实体 这种能力不仅让人与其他动物有所不同 也让人文科学与生命科学出现区隔 历史学家希望了解像神指 国家这种互为主体的实体如何发展 但生物学家很难认同有这种事情存在 有些人认为 如果我们能解开遗传密码 汇出大脑的每个神经元网络 就能知道人类所有的秘密 毕竟如果人类没有灵魂 如果所有思想情感和感觉都只是深化演算法 人类社会再怎么奇特的现象 不是应该都不脱生物学的范畴 从这个角度来看 十字军东征就是由演化压力形成的领土争执 英格兰骑士前往圣地征伐萨拉丁 其实也就像是狼群想抢下隔壁狼群的势力范围 相反的 人文科学强调互为主体的实体 认为这种重要性不下于荷尔蒙和神经元 要用历史的方式思考 也就代表着要将想象中的故事赋予实际的力量 当然历史学家并不会忽视像气候变迁和基因突变之类的客观因素 但他们更重视的是那些人们发明并信以为真的故事 北韩与南韩之所以如此不同 并不是因为平壤居民和首尔居民基因不同 也不是因为北边气候较冷较多山 而是因为北边相信的是非常不同的一套故事 或许某一天神经生物学能有重大突破 让我们用纯粹生化的词汇来解释共产主义和十字军东征 但我们现在离那里还非常遥远 在21世纪 历史和生物学的界限可能会变得模糊 但并非因为发现了如何用生物学来诠释历史事件 而是因为我们会因应意识形态的虚构故事 而改写DNA链 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 而重新设计气候 用网络空间取代山川的地理环境 随着人类的种种虚构想象 翻译成基因和电讯编码 互为主体的现实将会吞没客观现实 而使得生物学与历史融合在一起 因此到了21世纪 虚构想象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甚至超越陨石和天则 因此如果我们想了解人类的未来 光是破解基因组 处理各种资料数字仍远远不足 我们必须破解种种赋予世界意义的虚构想象 二十一 一书创作者的一课 Evolution Creationism IntelliGest 20 December 24 Gallup.com 888Evolution.Creationism IntelliGestDesign.aspx Frank Newport In U.S. 46% hold creationist view of human origins Gallup June 2012 Access 21 December 14 P.PushedGallup.com GallupGallup.com 503 HoldCreationistView HumanOrigins.dot Greg Are Dolphins Really Smart? 82-3 Stanislas Dehane Consciousness and the Brain Deciphering How the Brain Codes Our Thoughts New York Viking 2014 Steven Pinker How the Mind Works New York W.W. Norton 1997 Dehane Consciousness and the Brain 有些专家可能会提到 不完美定你 Goodall's Incompleteness Theorem 也就是认为 没有任何数学的公理系统 能够证明所有算术真理 一定会有某些真实的陈述 无法在该系统中证明 而在通俗文学里 有时候就会把这项定理挪用劫持过来 用以说明心灵的存在 照其说法 正是因为有无法证明的事实 所以需要用心灵来处理 只不过 一般人只是想要生存和繁衍 实在看不出 来为什么需要与这些神秘的数学真理 扯上关系 事实上 我们绝大多数有意识的问题 完全无关 Christopher Steiner How Algorithms Came to Rule Our World New York on the Penguin 215 Tom Vanderbilt Let the Robot Drive The Autonomous Car of the Future is Here Wired 20th of January 2012 Access 21st of December 2014 slash slash www.wired.com slash 201201 slash fscorth Autonomous Cars All Chris Urmson The Self-Driving Car Logs More Miles on New Wheels Google Official Blog 7-2012 Access 23rd of December 2014 The Self-Driving Car Logs More Miles on .tml Matt Richtel and Connor Doherty Google's Driverless Cars Run Into Problem Cars With Drivers New York Times 1st September 2015 Access to Sect of September 2015 HTTP con slash ni times slash com slash twift tube onash technology personal says it's not the driverless car's fault it's other drivers dot tml equals one Dehane Consciousness and the Brain CH7 The Cambridge Declaration on Consciousness 7th of July 2012 Accessed 21st of December 2014 hate slash web dot archive dot org web 23119230457 slash fcmconference.org slash Cambridge Declaration on Consciousness dot pdf John F. Searin Rita J. Valentino and Erwin Lucky Assessing Substrates Underlying the Behavioral Effects of Antidepressants Using the Modified Rat Forced Swimming Test Neuroscience and Behavioral Reviews 29 for 4 to 5 569 to 74 Benoit Petit de Mouliere Frank Chinou and Michelle Buren Forced Swimming Test in Mice A Review of Antidepressant Activity Psychopharmacology 177-3 2005 245 to 55 Lita S.B. Garcia et al Acute administration of ketamine induces antidepressant-like effects in the forced swimming test and increases BDNF levels in the rat hippocampus Progress i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and Biological Psychiatry 32-1 2008 142-4 John F. Kryan Cedric Mombereau and Anik Vasute The Tail Suspension Test as a Model for Assessing Antidepressant Activity Review of Pharmacological and Genetic Studies in Mice Neuroscience and Behavioral Reviews 29-4 to 5 2005 571 to 625 James J. Crowley Julie A. Blendy and Irwin Lucky Strain-Dependent Antidepressant-Like Effects of Cytolopram in the Mouse-Tail Suspension Test Psychopharmacology 183-2 2005 257-64 Juan C. Brenes Michael Padilla and Jamie Forniguerra A Detailed Analysis of Open Field Habituation and Behavioral and Neurochemical Antidepressant-Like Effects in Post-Weaning Enriched Rats Behavioral Brain Research 97-1 2009 125-37 Juan Carlos Brenes Science Odir Rodriguez Villagra and Jamie Forniguerra Trias Factor Analysis of Forced Swimming Test Sucrose Preference Test and Open Field Test on Enriched, Social, and Isolated Reared Rats Behavioral Brain Research 169-1 2006 57-65 Mark Bakoff Observations of Scent Marking and Discriminating Self from Others by a Domestic Dog Canis Familiaris Tales of Displaced Yellow Snow Behavioral Processes 55-2 75-9 Are Dolphins Really Smart? 59-66 Carolyn R. Raby et al. Planning for the Future by Western Scrub Jays Nature 445571302007 909-21 Michael Balter Stone-throwing chimp is back and this time it's personal Science 9th of May 2012 Access 21st of December 2014 HTTP slash news.sciencemagdorg slash ophash Stone-throwing chimp back in time it's personal Sarah J. Shettleworth Clever Animals and Killjoy Explanations in Comparative Psychology Trends in Cogenitive Sciences 1411-2010 477-81 Greg Are Dolphins Really Smart? Nicola S. Clayton Timothy J. Bussey and Anthony Dickinson Can Animals Recall the Past and Plan for the Future?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48-2003 685-91 William A. Roberts Are Animals Stuck in Tim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3 2002 473-89 Endel Tolving Episodic Memory and Autognosis Uniquely Human In the Missing Link in Cognition Evolution of Self-Knowing Consciousness Ed Herbert S. Terrace and Janet Metcalf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56 Miriam Naqshbandi and William A. Roberts Anticipation of Future Events in Squirrel Monkeys Cymeri Cyreus and Rats Rattus Norvegicus Tests of the Bischoff-Kohler Hypothesi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sychology 24-2006 345-57 I. B. A. Bartal J. De Sidi and P. Mason E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Rats Science 334-661-2011 1427-30 Greg Are Dolphins Really Smart? 89 Karl Kral Denken de Tira Beiträgetzer Tiersilenkunde of Grundeigener Versuche Leipzig F. Engelman 1912 Christopher B. Ruff Eric Trinkhaus and Trenton W. Holiday Body Mass and Encephalization in Pleistocene Homo Nature 387-666-2097 73-6 Mashe Henneberg and Marina Stain Trends in Cranial Capacity and Cranial Index in Sub-Saharan Africa during the Holocene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Biology 5-1993-4 and 73-9 Drew H. Bailey and David C. Geary Hominid Brain Evolution Testing Climatic Ecological and Social Competition Models Human Nature 21 2009-67-79 Daniel J. Westcott and Richard L. Jantz Assessing Craniofacial Secular Change in American Blacks and Whites Using Geometric Morphometry in Modern Morphometrics in Physical Anthropology Developments in Primatology Progress and Prospects Ed Dennis E. Slice New York Plenum Publishers 2005-231-45 Tonsi Samjen Edward O. Wilson The Social Conquest of the Earth New York Liverite 2012 Cyril Edwin Black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Aspects of Social Change Since 1861 Cambridge Ma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1979 Naomi Zonine Nicolai Shoshescu Last Speech English Subtitles Part 1 of 2 22th of April 2010 Access 21st of December 2014 htpalat slack www.com raw slash watch Tom Gallagher Theft of a Nation Romania Since Communism London Hearst 2005 Robin Dunbar Grooming Gossip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Cambridge Ma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TVP University Capuchin Monkeys Reject Unequal Pay 15th of December 2012 Access 21st of December 2014 p.youtube.com slash watch vehicle add any arrow Quoted in Christopher Duffy Military Experience in the Age of Reason London Routledge 2005 98-9 Serhi Plaghi The Last Empire 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One World 2014 3-9 Ryan Archive 848-095 Signing the Agreement to Eliminate the USSR and Establish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by Ryan Novosti Archive Image 848-095 U Ivanov CCBISA 3.0 Licensed under CCBISA 3.0 via Commons htttps commons.wikimedia.org slash wikfile Ryan Archive 848-095 Signing the Agreement to Eliminate the USSR and Establish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dot jp Harsh Media File Ryan Archive 8495 Signing the Agreement to Eliminate the USSR and Establish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dot jp 848-095 Signing theavian noof type rock and a And eks 50s and 80s of people donde